伸展台上的模特儿 受到肋骨清晰可见 但未来这样的情况 可能会在欧洲消失 法国提案BMI 体重处以身高平方 低于18的模特儿 将禁止上台 以色列 西班牙跟英国 也早就有明令禁止 如果以台湾名模林志玲来看 身高174 体重52公斤的她 BMI值只有17 恐怕会无法登上欧洲伸展台 歌手蔡依林舞台上动感热舞 看似健美的身材 其实身高158的她 体重42公斤 BMI值只有16.8 名模珍乃珍身高173 体重54 BMI刚好就在欧洲标准18 但她为了在镜头上 有完美的表现 也曾在体重数字上 吃足苦头 我那时候有过非常多的减肥 比如说吃减肥药 或者是很激烈的 只是苹果什么 但其实这样子身体会负荷不好 等车的时候做一些运动 其实你可以从生活中 去增加你的代谢的消耗 我觉得这是比较健康的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是模特维持平派的秘密武器 不少女性追求苦感 仿效过瘦的身材 台湾夜市镇人数 男女主力为TB9 相当学术 女生都会去追求自己 想要让自己更完美 当然要受到一个健康的程度 对啊 又不要太受到橡皮包裹那样子 爱美是女人的天性 但不是瘦就一定是美 用健康的方式维持良好的体态 了解自己更爱自己 用自信展现自己最独特的一面 记者陈正茂 陈志宇台北采访报道